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的一周资讯多多 新的一周我们与你相伴 各位好 这里是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欢迎收听娱乐秀 哈喽各位 我是主持人小方 在这里问候大家 新的一天也是新的一周 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娱乐秀 就在每天下午4点的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今天也有好多周末发生的一些活动 还有一些明星晒出的日常的状态 我们来看张欣宇 就晒出了一组日常的随拍照 白色衬衫 配紧身的牛仔裤 双腿修长 即便是坐在那也会觉得比例很完美 然后眺望远方 显得很轻松 氛围感十足 15号是干亲子36岁的生日 刚过0点10分 干亲子工作室就在平台发布了一张海报 还配了一篇小作文 记录她在过去一年中的精彩表现 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期许 然后相配的照片呢 是干亲子穿着吊带的泳装 外面搭着镂空的白色针织毛衣 笑容甜美 非常有治愈力 另外周末时分14号 胡歌的前女友薛佳宁 加了这么个定语 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组九宫格的美照 为此配文 走进山里秒变大学生 长相就比较娃娃脸 所以永远长不大的感觉 然后照片里面穿着蓝色和白色混搭的羽绒服 深蓝色的修身长裤 脚踩运动鞋 关键是一双圆圆的大眼睛 笑起来就变成了月牙型 然后它下面那个卧蚕特别的大 4月15号 孙黎就是黄磊的老婆 又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女儿黄多多 在目前的高中校园里 准备了三组戏剧客的作业 并且一一做了介绍 一部叫《妙探寻凶》 还有一部叫《贺奇帕奇或者在某所魔法学校度过越来越多事的七年》 还有一部叫《在樱桃园最后一页关于告别的一切》 然后孙黎对每一部作品都做了简单的介绍 还大赞这些孩子们准备的表现的都很棒 多多是从小就就读于国际学校 所以身边都是一些金发碧眼的老外同学 从小就是走这种国际化的路线 在剧中的扮相 多多这次也释放出来 身穿红色连衣裙 涂着黑色指甲油 烈焰红唇 然后搭配黑丝袜和高跟鞋 可以想象在这个剧中 她扮演的应该是一个成熟女性的模样 要说这个黄多多 从小就在剧院长大 小时候看父母 就是黄磊和孙黎主演的暗恋桃花园 据说很小的时候 就对那个台词熟练到能够倒背如流 还求着赖声川导演给自己一个角色 总之她是充满了表演的欲望 所以在这种耳濡目染之下 多多也深得父母的真传 在舞台上 这种戏剧表现的张力 包括表情动作 看起来都是相当的专业 另外除了黄多多之外 在4月14号这个周末 几乎在同一天都有露面 这几位新二代 像是王月伦和李湘的宝贝女儿王诗玲 现在正在苏格兰读书 而上周我们也介绍过 父母俩都跑到了那边 去陪女儿旅游 晒出了一系列的美照 还有孙志浩和贾静文的大女儿 就是18岁的吴童妹 是和肖静腾夫妇有一个合照 露面的吴童妹好像做了一个新发型 整个人走的是狂野的路线 李亚鹏和王妃的宝贝女儿 17岁的李嫣 最近出现在海哈惊喜的视频当中 好像也变得成熟稳重多了 整个人的状态和气质也越来越好了 田亮和叶怡倩的宝贝女儿森迭 目前据说是居住在北京 是往体育方向发展 已经16岁的他素颜出镜 状态非常好 而再来关注这两口子 离婚五个月了 张子怡的新片入围了嘎那 而汪峰也官宣了他的新动作 据说要有新专辑 新演唱会等等 张子怡这次的全新影片 《降原弄》 是入围了第77届嘎那电影节 非竞赛展映单元 据说为这部片子 张子怡是等了9年 也确实付出了很多 他要靠这部片子 打个翻身仗吧 而如今入围嘎那 这也是张子怡第13次 勇闯嘎那电影节 不仅影片入围 他本人也将担任 本届嘎那电影节 电影市场XR 沉浸影像单元的评委 所以张子怡算是迎来了 事业上的重生吧 而前夫汪峰也迎来了 他出道30年的日子 昨天汪峰是发文直言说 2024年我出道30年 曾经那个怀揣梦想 无所畏惧的孩子 今天依然像个孩子一样 在追寻着更多的梦 围绕着这值得纪念的30年 今年将会推出很多新的内容 来呈现和30年系列的活动 哇他把自己还叫做孩子 所以比较任性吧 汪峰是1994年成立的 报家街43号这个乐队 而正式出道 所以这样算来正好是30年 而在过去的10年里面 好声音又让他的事业 迎来了又一春 加上和张子怡的婚姻 整个的事业生活 又历经了一段辉煌 不过大众关注他的 似乎只有什么汪峰定律 或者娱乐八卦 讲这些的时候 才会多了解一些 所以相比较而言 好像都盖过了 他在音乐方面的成就 好像也这些年来 在歌曲方面也没有多大的见数 所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 他好像都在消费过往 翻唱过去的那些老歌 看看今年会不会有什么新面貌吧 再来关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印第奥苏奇沃特豪斯 在生下女儿一个多月后 出席了公开活动 那就是本周末进行的 2024科切拉音乐节 当天现身的苏奇是灰色皮草 搭配短裤 非常的洒脱随性 而未婚夫罗伯特帕丁森 也是甜蜜香随 一身休闲妆紧跟着苏奇 好像一个保镖一样 而说到今年的音乐节市场 据说全球的音乐市场 都出现了门票销售速度 缓慢的特点 哪怕是这次排名第一的超级音乐节 可切拉音乐节 据说不仅销售额低于往年的平均水平 售庆的速度也比往年要慢 今年4月12号周五开启的 预计两个周末会吸引将近20万的人流量 但是音乐节原定可供销售的门票数量有25万张 所以就意味着今年只售出了80%的票量 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歌手刘雨昕把苗音带上客气拉 这个已经登上了微博的热搜 我也看到了释放出来的一些视频片段 在现场有人拍到的 刘雨昕是把贵州的苗族的那些女孩子穿着民族服装 然后一起带到了舞台上 然后再唱歌 而我查了一下刘雨昕是贵州人 所以这应该是她的老家的香音了 而刘雨昕也成为首位登上客气拉舞台的华语歌手 这一重要合作不仅标志着刘雨昕正式进军国际市场 也象征着亚裔音乐在全球舞台上所迈出的坚实一步 好了这边我们听到刘雨昕今年所带来的一首新歌 随心去走走 那也让我们跟着歌声的旋律 放下手中的火 起来动一动吧 歌曲过后继续回来秀娱乐 拥抱太阳 走在路上 要有美好的幻想 世界太长 随心就好 不错 不错云朵的现状 不要害怕 别管风打 路的尽头有人强 走过老街 穿过大厦 感受真正和繁华 跟着波随心走走 追追晚风看心沉落 让我们邂逅温柔 脚印探索每一尊烟火 只是漫步方方轻松 人海闯入过 也会偷顶不清晰 美好生活 有你也有我 寻找月光 走向远方 打破所有的尽烟火 打破所有的寻常 世界太小 随心就好 我的青春不打烊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你管喧哗 变走变唱到沙哑 城市角落 海角打卡 风景仍在我脚下 跟着波随心走走 追追晚风看心沉落 让我们邂逅温柔 脚印探索每一尊烟火 只是漫步方方轻松 人海闯入过 别回头一路前夕 美好生活 有你也有我 让我们心里温柔 脚印探索每一尊烟火 重新漫步方方轻松 人海中过 别回头一路前夕 美好生活 有你也有我 非常新鲜的娱乐资讯 非常八卦的明星艺人 非常好听的流行歌曲 敬请每日关注 美国中文电台 娱乐秀 娱乐秀 欢迎继续回来 刚才要说明一下 这个刘雨昕 不是在美国住着的 那个演员刘雨昕 她这个是欣赏的心 而这个歌手刘雨昕的心 是日子旁一个 一斤两斤的斤 也念心 好继续来秀娱乐 这个过去的周末 发生了几个大的晚会 我们来关注 首先就是科学界的 奥斯卡晚会 这位久未露面的张泽天 是一身金色礼服亮相 而这次她是以女企业家的身份出席 也是被邀请的嘉宾当中 比较年轻的一位 张泽天嫁入豪门之后 主要是以幕后为主 不过这次公开亮相 虽然挺难得 然后在会上她还自爆 她的一个家族秘密 张泽天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写道 其实我家里也有帕金森基因 我摄入过多的咖啡 或者因为睡眠不足的时候 大拇指就会开始发抖 这大概是一个症状吧 而作为一个名人 自己能够主动爆料说 家族有帕金森的这个病史 那真的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这次活动被称为科学界的奥斯卡晚会 就是第十届Breakthrough Prize Awards 科学突破奖 而据了解当天好多的名流都现身了 像古爱玲穿着公主服现身 和马斯克合影 还有邓文迪、张泽天 以及比尔盖兹等等都有现身 古爱玲还发文说 今晚在洛杉矶参加Breakthrough Prize颁奖晚会 在科学和电影的完美结合中 找到最开心的自己 现场我们看到 穿着公主服露面的古爱玲 变成了一只优雅的青蛙公主 金发披肩 和现场的多位名人大咖 一起聊天啊、合影啊 而要说到这个2024年的科学突破奖 今年主要奖励在癌症、囊性纤维化 和帕金森病的领域 以及在量子场论、微分几何领域 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学者 他们将会分享 共计1575万美元的奖金 而截止今年科学突破奖 已经颁发了13年 累计奖金超过3亿美元 堪称宇宙第一奖不为过 但是在科学领域给这么多奖金 我觉得是一种鼓舞应该 而就在过去的这个周末 在香港第42届电影金像奖的颁奖典礼 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举行 本届一共有50部的参品影片 涉及1890位评委会员 最终投票率高达63.23% 也刷新了近三年的最高纪录 最终毒蛇律师获得最佳影片奖 郑宝瑞凭借命案获得最佳导演奖 而在《白日之下》和《金手指》当中 有出色表演的余湘宁 梁朝伟分获最佳女主角和男主角的殊荣 这也是梁朝伟继《春光乍蟹》 《花样年华》 《无间道》等代表作之后 又一次凭借颠覆性的表演 第六次获得影帝的殊荣 不过她本人并没有到现场去领奖 而是让刘嘉玲她老婆去带领 然后在线上发表了一份感言 而之前在内地票房大卖的台湾影片 《周楚楚三害》 击败了同货提名的满江红和孤注一致 收获本届最佳亚洲华语电影奖 还有香港的传奇功夫巨星 资深的艺术指导洪金宝 是获得本届香港金像奖的终身成就奖 娱乐继续秀 关注到这部新电影的进展 就是热门的沙盒游戏 我的世界 所改编的真人电影 已经宣布杀青了 全是方块的世界即将来袭啊 影片是由杰瑞德·赫斯来指导 杰森·莫马 还有杰克·布莱克·艾玛·麦尔斯 丹尼尔·布鲁克斯 塞巴斯蒂安·尤金·汉森 以及杰弗尼·库里奇等出演 游戏我的世界 我看我女儿玩过 是一款沙盒类的电子游戏 着重于让玩家来探索交互 并且改变一个动态生成的 有许多一立方米大小的方块 所组成的世界 然后在那个环境里 还有一些方块的植物和物品 开放的游戏模式 允许玩家在各类多人服务器 或者单人地图中 来建造建筑物或者艺术作品 当然也有一些用于逻辑运算 和远程控制的红石电路 矿车以及轨道 你还可以去下界 就是地域 去探索那个神秘的世界 另外你也可以选择前往 叫陌路之地的维度去旅行 并且击败那里的墨影龙 这好像是生存模式 电影《我的世界》 目前定档明年的4月4号 在北美上映 哇我真的很好奇 这些演员该如何 以方块的造型来演绎故事呢 而电影的故事情节 又会是怎样的呢 方块的世界会成真吗 好期待哦 好了这里是娱乐秀节目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我是小方 明天再会咯 我到了这个时候 还是一样 夜里的寂寞 容易叫人悲伤 我不敢想的太多 你为我一个人 一面而来的余光 拉长声音 漫无目的地 走在冷冷的街 我没有你的消息 因为我在想你 爱我别走 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 再给我一点温柔 我到了这个时候 还是一样 夜里的寂寞 容易叫人悲伤 我不敢想的太多 因为我一个人 一面而来的月光 拉长声音 漫无目的地 走在冷冷的街 我没有你的消息 我没有你的消息 因为我在想你 爱我别走 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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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 再给我一点温柔 爱我爱我 爱我别走 爱我别走 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爱我 爱我别走 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你不爱我 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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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 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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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了 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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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